据央视8月2日报道 火箭军发布81秒超燃宣传片 在战位上进入八一禁军节 在宣传片中 火箭军用两句话阐述了自己的职责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 寻求包邮不得拒收 火箭军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 是我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 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 2015年12月31日 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实现从第二炮兵 到火箭军的跨越转型 部队建设发展踏上强军星军新的征程 近日火箭军某基地所属的一支导弹旅 按照作战部署 分多个方向从不同地域 采取集中统一指挥的方式 成功对同一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部队复杂困难环境下 遂行任务能力再次跃升 火箭军某导弹旅旅长周永坤表示 这次任务是在第一强电磁干扰环境下进行的 多波次火力突击转换 多次变换打击目标 领机更换发射阵地 有效检验了与指挥所远距离 跨区同时指挥多套发射单元 充分验证了作战方案和火力计划的可行性 进一步提升了部队实战能力 像这样的演习演练 在这个基地已成为常态 庆祝建党100周年大会刚过 这个基地所属导弹部队就纷纷开出营区 奔赴红蓝对抗 跨区助训 合成演练现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